呦 半个漆盛 盛了还能这样使呢 黑椒先成鸡翅 离开两瓣 你看 这个鸡翅 变一入味 一口香嘛 有点香 对 好的 鸡翅弄完了 下一步 切点洋葱 其实蔬菜腌完之后 它这些鸡翅溶到鸡翅里 好 半盖洋葱 是鸡翅的一瓣 这些芹菜 最好用那药芹要坚持 然后那个味儿还好吃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胡萝卜 芹菜 放在其成 呦 层还能这样使 让汁全部融进去 主料大于主料 开始短按摩 为什么大爷 要用这么大量的蔬菜腌子 我当年从鱼洋饭店来到便房以后 就专门给便房做了一个烤鸭 叫酥酸酥烤鸭 就是用各种蔬菜腌子 让首席大专家做个化验 证明里边这个营养素非常丰富 是有根据的 对 小亮 我这抓了小亮 好 你给我夹东西 好嘞 加点盐 两勺少盐 十克 十克 黄酒 行 好 尝嘞 这一胡椒 行了 我们把这个腌半个小时 就熄火了 开始烧油是吧 对 这个网友说过了 网友喜欢吃鸡翅 他们喜欢吃炸的嘛 咱就做个炸的吧 一会儿我们把鸡翅挑出来 好 鸡翅挑 得加点 这个鸡翅 这样还一样东西看 再加一个鸡翅 这是葫芦店门 对 我们都用水切炸的 师傅是用橙汁切炸的 可以 要高大厂 好 好 这是啥了 现在我一盘子 这是什么 好 这里西餐里边 它就是腌制完了 我过游易炸 它的操作方法什么的 败促简单 最大限度的保留食材的本味 现在是第一院已经炸好了 然后开始用第二院 香橙飞腰机制 齐活了 还有一动作大爷你看 好 橙汁 你看一叠 我下次再改了 我就改柠檬了 大爷您尝尝 亮子你得吃一个 这直接就上手了 我来吃 哎 亲奶奶酥嘛 好吃 好吃 咱俩就是顾着吃了 我也没照您也没照我 照着 大爷说说吧 刚才我和亮子 这一尝我们俩一口同声的说 真香 这个菜呢其实关键在哪呢 第一呢我把这赤给劈开了 劈开了以后呢 腌制的时候更容易出味儿 第二呢就是用香橙 跟这蔬菜一块儿去腌制它 然后是按摩 按摩完了加盐完了以后 你看 这个粘性了 有粘性了基本的味儿都够了 是吧 第三步呢腌好了以后 我们把这些蔬菜拿掉以后呢 再淡放一些香橙汁 还有胡椒醉 一次步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控制油温的技术上 开始呢 主要像热油 请炸一下 第一步让它定型 然后锁住水分 基本手里的包子 再提出油温 再复炸 让它是 达到这外酥里嫩的作用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骨 吃饭不含糊